大家好啊 我们这期节目学一个英语单词 学什么英语单词呢 这我刚刚找到一本书叫孟子 就这本书孟子 这本书有些人认为是经典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本垃圾书 因为里面的内容不合逻辑 那么我还是要读一读这本书 因为我就是看它如何的垃圾 如何的错误 以及那些人有些人如何的 为什么的 要认为它是一本好书 那首先呢 我说一下我读书的方法 我这人喜欢乱读 我不见得按顺序的 我就是抓到哪读哪 然后先乱读一通 然后再从头到尾这样读 我觉得这种效果比较好 首先呢 我看开头这个字 写的是战国 我就想起了战国这个词的英语单词 怎么说呢 学一下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rring States Period 是Warring States Period Warring States Period 战国 Warring W A R 然后再双写R 就是两个R 就是两个R W A R W A R 再来一个R I N G States 国家的意思 States States Period 时期 因为战国是指的是一个时期 Period P E R I O D P E R I O D 就是Per加个I O D Per什么意思 Per有每个的意思 这个Per有每个的意思 那么你就记住 在Per后面加个I O D 就成了Period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